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好 社长好 我是李美玉来自槟城 菩提独钟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 如果我们在推行 地址规方面 那我们不能够说好像 联系的课程 或者是我们只能够 给一个短暂的 还是速成班 这样子的 方式进行的话 那么应该怎样 来选 选读呢 还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前篇 前篇 就可以 讲述完还是 怎么样 就好像刚才校长也讲 比如说企业那方面 那好像我们要推行 那么可能只能够给一些 课程 短暂的 一年几次 那么 这样的方式 那该如何的 分段 还是 选他们 要用到的 那个部分 这样子可以吗 还是 有更好的方法 谢谢 谢谢 我们的法师 各位校长 谢谢 我们的这个 朋友的这个提问 然后 这个 地址规 如果 时间上有一些问题啊 其实 不用一次半次就把它 全部一起进行 可以分段 因为 整部地址规 它的总续 它的纲领 可以分 几个阶段 慢慢的 去解释 去立行 所以不用急啊 所以 学校里面 假如不能够 一口气 这样就 把整部地址规 介绍给学生 也不好 因为太多 吸收不完 所以 要分阶段 一个 一年 一个学年 有 大概52周啊 那么 除了那些 有假期的 假如 一个星期 进行一次 那么 你就可以把那个 经济啊 分段 适合自己 然后 也不要引起 学生的压力 那么一次 如果 一句经句呢 已经够了 详细 深入的解释 那比如说 出壁库 反地面 出壁库 我们可以用 比如说 五个W 两个H 这样来 让我们学生知道 出壁库 你一定要告诉父母亲 五个W 几时去 去哪里 那么 和谁去 为什么要去 怎样去 这些 和谁去 这些 好像说 如果电话都能够 告诉妈妈 这样 妈妈就没有后顾 只有啊 这个学生去了哪里 那么 妈妈 清清楚楚的知道 五个W 就是 when where why 五个W 等下你们 写出来就知道了 两个H how 怎样去 还有一个H 还有一个H 是什么 5W1H 多了一个 这样应该可以解答你了 那么企业 企业的他们 默契学的朋友啊 在他的企业有进行这个地址规教学 不过他的是马来文的 因为他的员工是外劳啊 所以他们也是分段 一个星期一次 一个星期 老板是给他们在上班时间里面来学 两个小时 所以有效哦 也是 老板自己要掌握这个马来文啊 解释了 然后那些久的员工明白了的 他也会帮忙反映给那些新的员工 那么这个地址规 在这个企业界里面做 很有趣的啊 第一个条件 要进入那个企业哦 每个月要给父母亲钱的 而且是老板亲自 从他的薪水里面 比如说他薪水2000 他要给爸爸妈妈500块 老板呢就从他的薪水那边啊 扣了500 寄回去给他家乡的爸爸妈妈 所以他们那个家乡的人啊 一个介绍一个啊 父母亲很喜欢 因为这个孩子 钱寄回去给他 也帮助他们寄服行销啊 所以那些员工 来了不舍得走啊 九年后还要一直去renew 这个企业 不单只是帮到他们 而且这个孩子来到我们啊 异国他乡哦 遇到一个这样的老板啊 好像父母这样照顾他们 是很有福报啊 他们 甚至还有 一位孟加拉的校长哦 来到巴森的这个企业 他做了五年 他出息到的钱 回去孟加拉办学啊 那可能也是半中年的朋友来的 那谢谢 大家好 刚才老师的提问可能我补充一点 刚才那位老师问啊 就是时间的分配 来怎样把这个地址规 可以完整的教学 其实还有一个 刚才廖校长有提到的 周会是我们的黄金时间 在康乐华晓呢 到现在 已经十多年了 都把这个地址规的金句 分段 那每次 年委校长编 全年的周训 讲解周训的工作 我们就分配下去 给全校的老师 就每年 每个老师会领到 一段的金句 那老师领到那段金句之后 他就要去找资料 自己先要去消化了解 然后呢 老师就会以各种方式 在周飞上讲解这个金句 老师会教他的学生表演 以那个金句的内容表演 或者老师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 看到一些状况 也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带出来 然后把那金句带出来 有些老师会去上网去找故事 配合这个金句的故事 那经过这十多年 老师不停地在讲 老师每年领到都不一样的一句 在周会上 老师们和孩子们都在现场 所以不只是老师在学习 同学们学习 老师也在学习 就这样的方式 一直不停地讲 老师经过十多年 他讲了不同的金句 我相信一千零八十个字 老师也了解 孩子了解 老师更了解了 谢谢 谢谢 校长们都很有经验 他们都有实际在操作 我想我们跟孩子或者企业的员工 把这些经典讲解清楚 那因为地子规就是生活 所以等于是我们讲解清楚之外 我们都有身教 来带动学校的同仁或者学生 包含 包含地子规可以成为这个学校的一种氛围 看到长辈主动可以去问候 这个就形成一种团体的氛围了 走路的时候都是长者先 幼者后 这是一种团体的氛围 那包含地子规就是生活 可能在班级当中 比方说孩子去撞到人了 你看不从容 刚刚着急了 或者宽转弯 勿触人 就是这个言教呢 他是变成是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 老师都能适时的提醒 用经句去提醒他 那这样他印象啊 就很深刻了 你看吃饭 对饮食 勿减则 这个都是孩子出现情况的时候的 一个言教 所以等于每一句他有 深教 言教 敬教在里面 那还有就是企业界呢 他的时间相对会比较少 所以也可以地子规变成一种 比方说专题式的 比方说谈孝道 跟他们谈孝道 或者跟他们谈生活上的礼仪 跟孝道相关的 或者跟礼仪相关的 或者跟同仁 谈言语的修养里面 那可能性的部分 就可以截取出来 跟他们每一天 常常相关发声的 可以做一个专题来讲 让他们感觉 学这个东西有用 是说现在的人 工作啊 生活都很忙啊 你可以 针对他们可能需要的 先上一下他就觉得 这个东西跟我息息相关 可能也是带动他的兴趣 这个方式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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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活动 我们会讲 曲缘的故事 因为端午节 基本上是训练曲缘 对吗 我们就讲曲缘如何的爱火 接下来 假如说 这个班级比较高的 比如说是中学的 我们就可以引入了 这个表演的方法 叫这些学生演这个曲缘 把它表演出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我们有趁着这个节日 我们有一个果种子的比赛 就是 教这个学生 带这个材料过来 或者是 我们在学校 我们的中心 准备这些 叶子啊 跟这个米啊 准备 我们甚至 可以在 当天的时候 就 生这个 粽子 在我们的中心里面 有这样的一种比赛 然后 定了一个时间 已经到了 大家就把它挂在那边 那么就由我们教长去评 第一奖 第二奖 第三奖 评的时候 大家就在那边吃 这个果种子比赛 另外一个 我们在槟城 这边有槟城的老师 这位家长也是在槟城来的 那么槟城有一个叫做塞隆州的比赛 大家有看过吗 塞隆州 但是 很多人有看过塞隆州 可是他不懂塞隆州 跟这个段五节的关系 我问了很多年轻人 我说 为什么会有塞隆州 他不懂 塞隆州的背景是什么 他也不懂 大家 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他举手一下 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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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有塞隆州这个运动 这个活动的出现 屈原 为什么 屈原 为什么有塞隆州 啊 因为去年投降了之后 附近的 渔夫 是吗 就听到这个消息 就怎么样 哦 就化作他们的 这个小船啊 尽快的 去到那地点 想办法 去怎么样 去救这个屈原 后来 就有了塞隆州的 啊 这个 活动 这个典故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也 啊 分享 当我们 在 讲一个节律的时候 中秋节 新春 端午节 或者是 年尾的那个 啊 年尾的那个 啊 冬 冬至 不是 圣诞节 之类的啦 OK 圣诞节不是中华传统文化 啊 OK 记得 记得 我们不能够 不能够 把集中力在表面上 就好像我们的年轻人 你问他 中秋节 为什么会吃椰饼 他的回答就是 中秋节我们就是要吃椰饼 端午节 为什么会有果粽子 他说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才有果粽子 所以这些是表面的 表面的 形式化的 明白吗 他不懂得这个文化的背景 所以这样的一种形式 很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那个教育的意义在里面 没有意义的东西 迟早 会被人遗忘 我们要告诉他 中秋节的来由 为什么我们要庆祝中秋节 有几个版本啊 其中有一个版本 长额 本业是不是 好了 我就问老师 我说 为什么你要讲长额奔业的故事 你的用意在哪里 我相信很少老师可以回答我 他只知道中秋节就讲长额的故事 他不知道讲长额奔业的故事的背景 的含义在哪里 他的教育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能够表面 或者形式化 来交代一件事情 对吗 所以说 果粽子 是用来 纪念 这个屈原 为什么要果粽子 大家知道吗 知道了 还有一个 除了果粽子 赛龙粽 还有一样东西是纪念 去炎的 喝什么 很多人不懂了 喝熊王酒 喝一种酒 喝一种酒 喝酒的形式也是起源于 这个去炎 为什么要酒 为什么要喝熊王酒 因为 当时的人 在思想比较单纯 他说他就担心 说 那个 河里面的鱼 会什么 会咬会吃 去炎的生机 所以呢他就倒那个酒 到那个河里面去 希望 那个酒能够 有什么心子啊 心醉 那些鱼 不吃那个去炎的身体 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个活动 这个动作的背后的意识 才显得有意思 好吗 所以刚才就是讲了 这几种来回答 我们刚才这个问题 在这个动物节 可以 举办的一些活动 同样的 我们庆祝中秋节 我们也知道了 为什么会有 叶饼的来源 对吗 这个知道了 其他的节的也是一样 还有 当我们庆祝这个农历青年的时候 我一般上 我一般上 我会从 我会从 除夕讲到十五 每一天 他不同的意识 啊 为什么会有灵脚 大家知道吗 啊 你们不知道啊 为什么在某一个节的会出现一样东西 他必定有他的意识的 假如他没有意识的话 他不会出现那个东西的 蛤 蛤 因为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出产 灵脚 灵脚季节 灵脚季节 这个没有他的 这个文化的意思 根据当时的人啊 他喜欢男的还是选拟的 农业社会 他基本上是喜欢男的 这个灵脚是象征男孩子 当然这个是不信 哈哈哈哈 个人的看法不同啊 有这样的意识 他是有他的文化的 意义存在的 他有文化的意义存在 哈哈哈哈 有这个样子 他的形象啊 他的形象 哦 好啦 我们就这个事情 我就谈到这边好不好 OK 来 谢谢 啊 接下来我和 叫庄校长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这位老师没有写名字 我不知道是哪一位 提问不要紧一样可以回答 他是刚才看到我的分享图片 有看到这个南京的杨瑞清校长的照片 就问说 爱心学校与弟子规 是否可以在同一所学校进行 毕竟那是奉行私行合一 我想这个是没有冲突的 那我们这个康乐华小在2014年 我们组队到南京 行私小学那边去取经 确实他们是一所爱心学校 那就在杨校长的分享中 就得到很多启发 那后来杨校长来马来西亚的爱心学校的活动 也到康乐去跟我们联系 就也给了我们一些点子 可以这么说 我们康乐华小的团队 这几天也在南京杨校长那边 也是带了老师去学习 我想基本上呢 我们的弟子规德行教育也好 爱心学校也好 我们还是以爱为我们的核心价值 所以肯定是没有冲突的 我们做的都是为孩子 为孩子的这个品格的塑造而努力 所以我们都是以爱心陪伴孩子 所以是没有冲突的了 好 谢谢 各位老师校长哦 这边有两道题目 第一道呢是 请问孩子已经是青少年了 要如何让孩子把弟子规融入生活里 因为孩子们没有读过弟子规 谢谢 没有读过要融入生活 只有靠父母亲以身作折 潜移默化的把它融入生活里面 从简单的事情开始 那比如说 你家里门前 排放那个鞋子 那本来 因为是没有秩序 防乱了 一大堆鞋子在那边 那么你就带头 示范给他们看每一次 排得整整齐齐 提醒他们 那么以后呢 就自然会形成习惯 那么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 吃东西的时候 对这个饮食无简直 那么也是潜移默化这样提醒他们 那么最好的方法 还是比如说 一些弟子规中心 有办一些活动啊 那么也带他们去参与 那么有那个禁教呢 孩子会学得很快 家里如果孩子没有去参加 父母亲有学 就是通过以身作折来教导 没有其他short cut 就是以身作折 比如说 你要教这个孩子孝顺 就是经过你自己本身 和你的先生孝顺公婆 孝顺外公外婆 那么他们如木兰啊 看到你的生活行为 他会跟 你做事是情景有条 他也会跟到你 那么假如你做事匆匆忙忙 或者其他的事情 包括你讲话的语气啊 这些 没有合缘夜色啊 这些他都会跟 但是如果 我们本身 有好的示范 那么孩子呢 就是潜移默化中 学到这个弟子规 不用明文规定啊 现在你要学什么 我要教你什么 但是 你的行为 做出来 给他看 他就是会学到啦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校长 应该时常有看到了 就是 家长送 有迟到的这个习惯啊 结果孩子 时上课 时来上课 这个问题 这个家长通常是这样的哦 我先观察到 我们 校长很多时候 都会站在校门口那边 迎接 这些学生来 迟到的学生 家长会很快放他下来 就走掉了 因为他会避免见到我们啊 这个是 家长的问题啊 那我们 这个家长我们 要怎样来 解决这个问题 很难哦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成人 然后他有这个 慈性 慈性来 造成孩子 很难看啦 那么 进来又被老师寄过 那么我们可能 可以私下联络他 告诉他 提早 或者是开始的时候先 告诉这个孩子啊 你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是你父亲 慈性 哦 把你慈送到学校来 朝提早 夜眠慈啊 老医治 息子时啊 叫他父亲 要有时间的观念 珍惜这个时间 如果父亲是认识的 比较容易处理啊 那么如果是他避免我们 我们就不用 追着他 迟到了又迟到了 那么最好是 劝告啦 那么 相信呢 劝了一次 劝了两次 劝了三次 第四次的时候会成功啦 如果小朋友已经上学了 而且超过一半的学生是非华裔 帮助管教他们呢 最佳的方法是什么 这些年龄段孩子不容易控制 而且 在班上呢 有很多老师投诉过他们 几例的问题啊 雖然是不同种族啊 在同样一间学校 学校有校规啊 那么同学们还是要遵守这个 紀律啊 班上有班规 那么你用地址规来 呃 强调 有一些事情在班上 你一定要遵守的 那么老师 呃 可能 语言上 一定要确保这个孩子 他如果是 呃 义足 要让他知道 啊 这些是 老师定下来 班上的规矩呢 要守 那假如 一次 两次 三次 那么有耐心的教他 那么我相信呢 他一定会遵守啊 而且 呃 不是因为他是一族 他就不守秩序 同样的 这些学生来 他的父母亲 都是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 希望他 能够 认识多一种语文 哦 尤其是华文现在 然后呢 尤其是马来西亚 他们把孩子送来 华校呢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哦 除了设备比较完善啊 呃 我都是说 诚实的啦 第二呢 他是看到 华校 激励好 所以 呃 这个 激励 守这个 秩序好啊 呃 就会变成 你的学校的 这个 校风 学风 呃 全部都好 呃 这个 呃 不应该是 呃 不同种族的这个问题啊 而且是 班规 是每一个学生都 一律的哦 所以要清楚 让他清楚 啊 通常假如 呃 不能够 让他 守这个秩序啊 那么 可能 记得就是 呃 他不配合的时候 我们就 归过于私事 要约他 然后私下的和他讲 然后假如他有善行 好的 那么我们就 呃 扬善于公堂啊 然后让其他学生知道他的一些好 那相信这个 学生 通常他是因为不明白 然后 义足可能他不明白 所以他 他 他就会 不懂得怎样去 呃 好好的 和其他的同学相处 好好的 静下心来学习啊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小校长 那 陈德 好 補充一下呢 就是 刚刚提到这个义足 那 我们今天呢 有谈到 就是父母 跟孩子 老师跟学生啊 其实 我们用心 用真心啊 孩子都能感觉到 就好像刚刚校长说的 你归过于私事 他就感觉 校长老师啊 在给他留面子了 欸 他有不好 欸 可是他有一点好啊 你要称赞他 杨善于公堂啊 他要触动他的善根 那 那 当然呢 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 我们不能动脾气 不能动情绪 不能说 你怎么又来了 而且 我们的学生啊 以后 都会跟这些友族啊 在一起学习 甚至以后要一起工作 所以他们现在懂得 去 有耐心或者去包容 这些友族啊 其实是他们 人生必备的一种能力 那 人 能懂得去接纳 包容 或者欣赏 不同种族的文化 那 这个社会啊 在我们马来社会 就比较和谐 所以有时候我们当 教学者啊 看远一点 其实 这都是孩子 现在未来会遇到的 我们老师首先表演给他看 他对其他友族 也是很尊重他们的文化 或者对他们很有耐性 当然 当然 还是要宽猛相继 你一个班级里面 还是要有校规的 那 这个 我们也提过 一开始一个班级 还是要先言 后宽的 还是要有这个校规 那还是要有处罚的 但是我们的处罚 不带有一种情绪 我们的处罚的目的是提醒他 要长细性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我们的一种心境出发点 都是这样出来的 那当然他有好的表现 就肯定 赞叹他 那这个青少年 廖长刚刚提到的就是 既然孩子他没有读过 那他要以身作折 那比方说 当父母的每天都读了 那可能慢慢就带动孩子 也读了 或者是呢 你当父母的人 当他有一些情况 一些问题 你都可以拿地址规 给他解答 他就觉得地址规很好用了 比方 他的人际关系 上爱众里面 可能也提到 人有短 切莫切 可能他人际关系 出现了一些矛盾 你跟孩子分析 怎么造成的 你看你先讲人家 难怪人家生气啊 这样对待你呢 人际关系 其实地址规真的是生活 父母他 你能融入在生活里 刚刚我们校长也提到了 你看你门口 其实你房子里面 都跟地址规有关 自官服 有定位 勿乱顿 自污秽 你看孩子他假如没有做这一点 他可能突然要找什么 找的面红耳赤啊 汗流浃背了 但还找不到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机会点 当然你不要 不要 这个这个 在那里讽刺他了 你可能帮助他 然后再引导他 抓住这个机会点 所以 生活的这些情境本身 也都是 刚好地址规的一个机会 教育点 包含善相劝 朋友之间怎么互相劝 可能他 他没有掌握了 结果出现问题 包含刚刚提到的 父母迟到了 那怎么劝父母啊 那地址规讲 清有过 现实跟态度 宜无色 柔无深 甚至于是 我们 虽然父母是迟到了 但是呢 我们先体恤 爸爸妈妈你很辛苦 你看你们这么晚才睡 那些早上还得带我去 那些好像先体恤 不容易 父母不容易 但是 刚好这个校规规定 那这样 我去到班上 又破坏班纸的规矩 爸爸妈妈你看怎么办呢 是我自己坐车去呢 还是怎么样呢 你可以跟父母 就这个事情 讨论一下 但是态度很好 那 家长可能就会有他的反思了 好 好 谢谢 这里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相信所有的 校长老师 都认为是不容易解决 不要紧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孩子劝了 不听 打了 变本加厉 那么该怎么样 管教孩子 我们知道问题的存在 就是孩子缺爱 那老师也给予关爱了 还能做什么 看起来非常无奈 现在 在我们的 这个教育的过程 我们肯定 有遇到这类的 这个情况 那么 我就整起来 讲一讲我个人的看法了 我们身为教育工作者的 其实 我们的工作就是 教跟育 对吗 刚才我讲过了 教他一些知识 育他的 这个人格修养 这是我们的 使命 我们必须要接受 我们不能够说 我们找一些聪明的孩子 来教 当然聪明的孩子很容易嘛 其实有些聪明的孩子 都不需要我们去教的 对吗 需要我们去教的是谁 是那些学习比较困难的 对吗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个 掌善救食的心态 那么假如他 他的好 他的优点 我们只要他多一点优点 假如他的缺点很多 我们就减少他的缺点 这是我们先天的使命 我们身为老师的 我们的初心本来就是这样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 那么 好了 面对这个孩子 他 学习有问题 修养有问题 也不听劝 那么 我们怎么去处理 我们就回到了 回到我们以前所认识的 我们叫做multiple intelligence 大家有听过吗 多元 技能 就是说 天生我才 必有用 这个孩子 看上去 好像没有一样东西 是好的 但是 上帝也好 耶稣也好 佛陀也好 竟然把他 单身出来 他肯定有他的优点 那么我们就 跟家长 或者老师讲 尽量 找到他一样的优点 比如说 他很会画画 我们就加强他的画画的本领 尽量给他机会 去训练 去表扬他 这样的做法 就会使到这个孩子 会觉得他被重视 他有酸肠 他受到人家的 新党 他有他的价值存在 其他的可能就没有了 可能读书 写字在各方面都不行 可是 他却存在有这样的一个优点 那么 可能 我讲可能吗 这样的孩子 我们从这方面去 赏识他 前一阵子有讲到赏识教育 对不对 我们去赏识他 去尊重他 那么 我们又回到我们当初的 所谓的有教无类啊 我们学这么多教育心理学 我们有用到吗 没有 我很喜欢聪明伶俐的孩子 可是看到那些 比较学习惨啊 态度不好的啊 我们就讨厌 我们没有做到我们身为教师 有教无类啊 还有 英才师教有吗 没有啊 这个我们所学的教育心理学 没有啊 我们是选孩子来教 也不对吗 是 面对这样的孩子 不听话 性格有问题 而且不听教的 那么打也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就要有耐心了 回到那句话了 除了爱心 刚才所讲的 给了爱了 我们也必须要有耐心 找出他 唯一的可能 他的 优点 加以把他 把他 怎么讲 把他当大 让 同学们看到这个学生 他的优点 给机会他去表扬 那么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这孩子 换了几间学校 没有同学要他 没有老师要他 结果去到那间学校 那个老师看到他的优点 看到他的优点 就是 他会唱歌 他会唱歌 就尽量再给机会他表演 在班上啊 然后在学校啊 拍他到校外去比赛 结果 每次都破想 他就怎么样 就建立了他的信心了 他一有信心的时候 他就慢慢的把其他的缺点给 改过了 就是因为一个老师 看到他的优点 从此他人生就改变了 这个孩子过后啊 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 他说 幸好 有一个老师看到他的优点 那么我希望啊 我们在座的校长老师越好 我一直在讲 不要看他的短述 不要看他的缺点 只看他的优点 这样我们会有信心 他也会有信心 希望以这种大家来共勉之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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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校长 法师 义工老师们 晚上好 我是莲慈祖的恩怡老师 然后我来自马六甲裴峰 其实我 现在是想要分享一下我学到的东西 我的一些性格 这样啦 好 谢谢鼓掌 谢谢鼓掌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中学的时候 我是读国中的 然后 然后 我不明白华教的意义 我们上课也就是 一个礼拜上 两节华语讲不了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我们学华语的 那个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华语 我们反正我们会讲英文很厉害 为什么还要学华语 所以我不懂华教的意义 然后 谢谢 老师 给我这个机会认识到 明年语语 还有 那个 沈沐宜老师 好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影片那些 我真的是有感动 嗯 我在明白 哦原来 是这么的 大家是这么辛苦 去争取回来的 我有感觉啦 然后呢 嗯 对这个课程呢 它对我 就是我的实际应用 能力是否有帮助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 因为我在学校 我已经教了五年 那我每一年呢 我都觉得 我可以在 尤其是在跟学生 他们犯错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 然后 我每次都是那种 凶不起来的老师 有很多老师就跟我讲说 你要给他们写一般的教训 你就是要凶 你就是要打 你就是要 杀鸡警猴 你就是 骂他一个 全班一起看 然后 他们就会怕这样 你的震慑力 你的威慑力 才会出来这样 所以我每一年 我都在反省自己 我是不是不凶 所以我才 不是一个 大家所谓的 秤子的老师 因为 我没有办法太好的 控制整个班上 因为我人太好 我这样讲自己对吗 对 所以 学生不是很怕我 但是 我可以感觉到 他们是喜欢我 但是太过的你喜欢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上课啦 我觉得 嗯 对 然后呢 我有很多前辈老师 他们怎样骂学生 就是 有些是严格到 就是 他会用手去 就是搓他这里 搓到他站不穩那种 你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 就是在办公室 大家都听到这样 然后那个学生 就会很安静 低着头这样子 也会哭来什么 那我就想说 我应该要学他吗 这样 我就一直在想 可是呢 我听了老师的课之后 我发现到 还有很多方式 就是可以去跟 小朋友沟通 然后最重要的是 如果他性情没有了 如果他不喜欢你了 那可能会是更灾难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就是我学到的 所以我在想 呃 换另外一种方式 要和善 但是又要有效的去 教育他们 可是我还在研究这啦 哈哈 对 还在研究的路上 然后啊 接下来就是 呃 我看了弟子规 因为今天是我认认真真地去 呃 看了弟子规的那些翻译 就是我以前是很会背的 我就是会背罢了 然后我从来没有研究过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今天有再翻翻一下看看一下 我就觉得从 地子规的那个父母乎英雾 翻那边开始 我就开始翻译翻到后面去 所以我就觉得 哦原来我是这么坏蛋的一个人 嗯 所以如果 我在想说 我也很想教学生这些 这些 地址鬼里面的教育 但是我自己其实 也有很多做不到的地方 我怎么可以去要求学生去做到这些 那我们 成年人我们也很多不好的习性 然后也很多时候想要懒散 或者是很多时候想要逃避 那 那 可是我跟学生讲是头头是道 我就觉得 这样对吗 我也不太确定 但是我也很想去推行这个地址鬼 嗯 首先我想要 先从我的小小的这个班去开始 因为我带的是初夜的小朋友 所以我想要说 他们还还嫩 可以先从这边开始 但是我自己又做不好 所以 我就是 嗯 有点两难的状况 那 那 刚才有听到很多家长分享他们的孩子 有叛逆的状况啊 然后要怎么去 他们在叛逆的时候 怎么去教他们这些 但是如果我身为一个老师 我 没有办法 无时无刻去秀给他们看 我怎样去施行这些 教育 那我要怎么去 灌辑他们这些 啊 地址鬼里面的这些 要怎么去教他们 嗯 这我还在想着啦 还有如果他们叛逆的年纪 就是 他们想耍帅啊 他们觉得做这些实在是太 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有些人觉得很奇怪 因为太正直了 太正常了 里面讲的东西太正常了 就是做一个正常人的意思 他们就是 嗯 想要耍帅啊 抽烟啊 什么这种各种啦 他们就不想要听你讲 那我们要怎么去 教这些小朋友呢 呃 请老师们 几点 谢谢你 啊这个也是相当 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 好 嗯 当然咯 嗯 我们的 是他为挑战好不好 啊 越搞的挑战 成就越搞哦 啊 呃 很多时候我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同道中 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夜学 或者我们中心里面 有 有时候啊 我们请一些朋友 出来分享 或者 出来做一些义工 啊 就遇到了有这样的情况 他说 我不够好哦 我没有资格哦 啊 啊 来 逃避也好 或者是真心化也好 啊 我觉得 哦 我觉得 呃 我们不能够 以这种躲避的方式 啊 来解决问题 来解决问题 应该去正视他 哦 正视他 为什么你自己觉得 你不够资格 为什么你认为 你没有 啊 这个 身教 或者这个知识 来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应该要去正视他 才对 对吗 OK 这个就是 神老所讲的 我们不要悲观 我们要乐观 对不对 OK 现在 自己认为自己不够 你就想办法 真实了 你不会 你就去学习了 而不是 你不会 不去做 那个是逃避式的 解决方案 你不会 你 最好你还知道 你自己不会哦 有些人他连自己会不会 他都不知道哦 哦 他的优点就是 他知道自己不会 然后怎么 学习了 啊 像 双校长 学习 像廖商长 学习哦 能够升职 使自己能够 够所谓的资格 我觉得 我们应该这样去劝他 哦 第二 我曾经讲过一个 一个题目 不要把自己的遗憾 落在别人的身上 大家明白这个课题吗 不要把自己的遗憾 落在别人的身上 听不懂哦 意思说 我自己做不到的 我希望别人能够做 而不是说 我做不到 别人也做不到 我自己做不到的 我想办法 那个人可以做到 啊 就是自己遗憾的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啊 我很遗憾 比如说我的孩子 这样大了 我没有办法 哦 把他 把他 教得很好 品格很好 因为 以前各种条件 哦 这是我的遗憾 但是 我不希望 我的遗憾 落在 别人的身上 也就是说 我不能够教我自己的孩子 教得很好很好 因为各种条件啊 可能太迟了 哦 那么 我就很想说 这个遗憾 不要落在 亲戚朋友的上 也就是说 我希望说 朋友 亲戚 他能够把他的孩子教好 我们是设法去帮助他 这是一个比较 积极乐观的做法 对吗 哦 所以是刚才这个问题哦 就是说 自己不够好 还有就是感觉不正常 哦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青少年哦 一种观念哦 very cool 不是很冷哦 是吧 什么东西都讲 哇很酷 哦 就是说 这个是现在哦 年轻人的一种 我觉得啦 自以为自己是对的 一种看法 自以为比别人什么 更时髦 对吗 做一些别人没有做的事情 他自己做 哇 他觉得他很酷 哦 然后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吸引 别人的 注意 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好了 那么 我们是不是 就让这种 啊 所谓的慈善 哦 这种做法就是这样 我们不行 我们还是 要把 哦 把他的缺点 讲出来 跟年轻人 哦 跟年轻人 当然 啊 面对年轻人 我们也是怎么 人家讲 不要跟年轻人做 敌人 要跟年轻人做 朋友 啊 但是你不要给他通话哦 对啊 我们想办法 去跟他做朋友 尤其是中学生 我们有一些朋友 在中学里面 当这个辅导员 哦 啊 他说你越 跟他做敌人的话 他越敌视你 所以你要清 第一个 问题是 你要亲近他 要接近他 哦 就是要跟他做朋友 然后 慢慢的 啊 欠导他 或者是以身教 来改变他 让他知道 说 他现在所想的 他现在所做的 其实才是不是正常 让他知道 哦 而是通过这种 软的影响 不是硬的影响 哦 来感化他 那么 生教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 哦 所以刚才你提的 这个遗憾啊 不正常啊 自己不好 我觉得 都发生在我们的 这个 这个 地方 哦 都是很正常的 你说其他都是很正常 对吗 哦 所以 呃 我们要把 不正常变成正常 好不好 大家一起努力 啊 谢谢 好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得有伤于清修 现在的孩子 根本觉得 没有丢免害羞的feel 因为家长意思如此 那我们该怎么教育呢 呃 其实 呃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 呃 学校的一个个案 呃 呃 我曾经有一位四年级的孩子 呃 他是那种情绪 呃 失控到什么 程度 他一发脾气起来 他是会 从楼上 跨那个脚要 跨那个 那个那个围栏 要跳下来那种 不是一次哦 只要发脾气 就会这样子 那我们就 呃 先要了解孩子的背景 就呃 跟爸爸聊 跟妈妈聊 那我们呃 联系爸爸的时候 爸爸说 你call他妈妈吧 那我们就联系妈妈 妈妈说 你叫爸爸来吧 呃 就我们就知道 呃有问题了 那到最后呢 我们就请爸爸妈妈 一起来 那爸爸妈妈 一起来的时候呢 爸爸全程是 墨镜的 没有讲话 然后妈妈就在 我们面前 孩子面前 一直属爸爸的不是 那后来 呃 我跟我的副校长就说 家长 我们没有办法 呃 改变 如果他是没有来学习 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太多 那我们把我们的心机 画在这个孩子身上吧 那孩子才四年级 那接下来 呃 我就跟他的班导师说 曾经他发脾气的时候呢 班导师不懂怎么办 就叫那个守卫员 啊 啊 他就来了 一到他 他那种反应是更大的 那么后来 呃 我在楼上刚好望下去 看到我就走下去 我跟老师了解了之后 我就把孩子 带上去我的办公室 就如刚才廖校长说的 我们让他坐下来 让他冷静 让他跟我们平坐 然后跟他好好的谈 那谈的过程 我们知道孩子是缺爱的 确实 如刚才老师提的是缺爱的 那我们就决定 我们陪伴这个孩子 我自己本身呢 就跟孩子谈了之后 我甚至跟他勾手指 你可以不要发脾气吗 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就想起 你跟庄校长 有勾过手指 说不发脾气 他答应我 那答应我之后 就有好了 那个情况又好了 那偶尔还会发 一直到六年级 我都一直陪这个孩子 有问题 有发脾气 就叫我下去 那一个 到六年级的时候 这个孩子呢 他是在乐队的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孩子 因为家长缺乏关心他 他穿得很邋遢 上学的 我有问他 衣服谁洗的 他说自己洗 我说你洗干净一点好吗 就有跟他这样子谈过 那么 在六年级的时候 零毕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肯清晚会 这个孩子是在乐队的 他是打鼓的 就在前面那一行 那天早上 我们要出去彩排之前 他来到我的面前 他只是叫我一声校长 然后就给我看 哇 那天他穿全身新的 从衣服到鞋子 都是新的 他就是要给我看 我有做到你的要求 就是孩子 就有听进去了 我们的话 他有听进去 因为经过三年的陪伴 就那天 乐队表演的时候 他是站在第一排 他就很 很骄傲的 转见自己 所以我觉得 孩子只要我们耐心 陪伴 是可以帮助到孩子改变的 就好像这个杨瑞清校长常说的 我们要花包心态 耐心等待 确实可以改变孩子的 这个是一个个案的分享 就回答刚才老师说怎么办 有时候家长那边 我们没办法费太多心思 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思 放在孩子身上 就 如果有时间陪伴的话 我相信 经过一年 两年 真的要耐心 一年两年 肯定可以看到孩子的改变 这个是我一个个案的分享 这边杜可颖老师 有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 他说今天下午 我在我的分享中 有提到这个例行表 给弟子规班的学生 来做这个例行表 那可是呢 换来的是孩子们敷衍的 在上面填写 请问如何有效的 确保孩子们在家有例行 地址规 所以呢 这边就回到 刚才下午的分享 为什么一定要亲子一起来学习 那家长有学习的话 他就会跟孩子一起在家里落实 那个例行表呢 我们其实给孩子的例行表的设计 我们要家长参与的 家长让孩子填了之后 家长要去看 然后给孩子鼓励的话 我们要家长写鼓励的话给孩子 然后才交上来给老师 那家长本身也是一样 那家长我们的做法 我们不要让家长感到有压力 我们是让他在学习了半年后 就让他看那个例行表 哪一项我已经例行了 哪一项我还没有例行得很好 哪一项我却已经落实了 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去反省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给他半年的时候填了之后 到年尾这个年度学习结束之前呢 我们也让家长再次的拿回那个例行表来看 哦 上半年的时候还没有学习到很好 我没有做到很好的 那下半年是不是有做好了一点 他就再评估自己这样子 然后就写一下他的心得 我想这样的方式呢 没有给家长太大的压力 孩子方面呢 就可以在家长的陪伴之下呢 去落实地址规律的教会 这个是我小小的分享 谢谢 有关这个例行表 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学习的时候 那例行表呢是老师用来得到一些家长 对孩子学习了之后呢 的一些回馈 那如果没有呢 老师是不知道这个孩子啊 学了这个地址规 或者一些活动回去有没有例行 那包括京剧的这个读送啊 或者是京剧里面要进行的一些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讯息呢 就是聚宝盆 那家长在孩子在家整个星期 或者两个星期一堂课的哦 就要观察这个孩子 假如他在家里有一些善行啊 好的哦 家长观察到 就记录在那个聚宝盆那边 那么老师呢 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呢 可以表扬他 让他得到 得到老师的这个赞赏啊 更加积极的去进行 老师在课内吩咐他们 要做的一些活动啊 所以这些 包括他 对长者的一些善行啊 对兄弟姐妹的善行啊 对承担家务责任的那种行为啊 都是正面的哦 要给他记录下来 那么老师呢 看了之后呢 就懂得这个孩子 有力行这个老师的教诲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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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位校长哦 那 校长们呢 他们都彰显了 这个教育 要以身作折 教育要有耐性 刚刚庄校长那个例子就很 让我们感动 你看孩子是要陪伴的 古人这个教字啊 左边两个叉 下面一个小孩啊 左边就是以身作折 父母老师怎么做 他画一个叉 他就画一个叉 上行一下笑 右边呢是 一只手啊 拿着一个树枝 耳提面面 就是很有耐心 而且呢 在这个耐性的过程呢 我们始终相信 人之初 信本善 这一个信念不能够改变哦 一改变啊 你可能对他就没耐性了哦 就刚刚我们李教掌 举的例子 你叫天生我才 必有用 确实是行行出状元 所以我们现在在教育界啊 我们要警防一点哦 好像我们都是希望 孩子都是功课 考得好而已哦 其实又不是每一个孩子的 才性都是读书的料 但是他有可能是其他行业 很有天分的人哦 所以古人 还是 很洞察这一点哦 不是都挤那个 升学的窄门 结果因为我们 产生这样的 一种态度的时候啊 好像 比较不会读书的人 通通都变成 擦身啊 都被否定掉了 那有可能 像放牛班 这个词啊 不知道马来西亚有没有 有啊 其实这些孩子 很多都很聪明啊 你看像 美国有一个 好像是不是叫 龙克拉克 他几次啊 总统召见 为什么呢 他小学老师啊 把那个黑 就是比较差的学生呢 后来都带得很有成就 这个在台 美国拍过好几个 都是老师的片子 都是什么黑人居啊 然后 那个很差的学生 就是因为那个老师 很有爱心 哎 最后都 学生都很有成就啊 搞上名校了 那 我想呢 我们有耐心啊 我们就不会太求快 你一求快啊 看孩子没什么改变呢 你就 可能就失望了 我曾经 这个 也是跟 教育界同仁有提到 你看 农夫啊 他最能观察自然 哎 今天他有一亩地啊 这个地都裂开了 那个土质很不好啦 都板结了 这个农夫会不会想说 三个月之后我要丰收啊 他不可能这么想嘛 他一定改善土质啊 他假如两年之后能收成啊 他已经很 很厉害了 那这个是土地啊 也是比喻我们 孩子的心地 我们学生的心地 他可能荒根很久了 我们不能求他 马上就整个翻转过来 比方说 刚刚有一题讲啊 劝了不听 打了变本加厉 有时候这个孩子啊 他可能在成长过程 父母也好 甚至他以前面对的老师 对他可能都是用骂的 或者用打的 他会不会有一种习惯 好吧 给你骂吧 好吧 给你打吧 打了就拉倒了 那变成父母老师本身 并没有一种 是讲理 或者是很有爱心耐心的一种 的对待 所以他已经可能对这一 这种讲道理或者 打都已经产生一种反感了 他甚至于都觉得 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很 很不可理喻的孩子 有时候他是病得很重 但是这样的孩子 假如真正遇到爱护他的老师的时候 真爱护他的时候 有时候他 他会很感动啊 因为他本来可能都已经很失望了 甚至他 比方说他错了 他都等着你骂他了 你没骂他 他就嫩住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一个孩子家里面都 父母都不怎么照顾他了 基本上都没吃早餐了 然后迟到了 来了 老师说 你吃饭没有啊 哇 那个孩子就嫩住了 以前的经验都是被骂一顿了 这个老师居然先问他吃饭没有 他眼泪就流下来了 那这个老师跟他的互动啊 就跟他前面的这个关系不同 那对于我们老师来讲 我们劝了 但是我们劝的时候有没有情绪 我们打了 我们打了 请问我们打的时候有没有情绪 还是我们是很爱护他 就像我母亲打我 她是真正爱护我 这个我感觉得到 包含 他缺乏关爱 你说我也关爱了 可是他的关爱 是已经缺了太久了 你才 这个他已经干枯很久了 你才倒一杯水 你要多倒几杯 更有耐性了 可能他的冰就会融化掉了 那还有提到这个赏识教育 这个陈德也补充一下 比方说你一直跟孩子说 哇你长得好漂亮 然后他每天就开始照镜子了 是吧 你要赏识他的德行 你很孝顺 他就更愿意孝顺 你很喜欢帮助别人 才更热情 对啊 你称赞他外在这些东西 有时候他就会产生 特别在乎这些东西 所以连赏识也要 考虑到会增长孩子什么心境 好 那这个刚刚我们裴峰的老师 他有提到 这个 他对孩子很好 但是他好像班上规矩管包 这个古人强调中庸之道 你很仁慈啊 你不能过了 这个论语说 过犹不齐 你太仁慈的跟太苛刻的都不对 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话 宽厚者 勿使人有所事 你不能因为宽厚啊 这学生吃定你了 你还是要有你的威严 宽猛相聚 诸位同道 你们觉得我轻不轻鲜 可是你看我不笑的说我严不严肃 我们这一点呢 要跟孔老夫子学习 望之言然 眼眼看啊 树然起见 及之也温 很接近的时候 跟老师一接近了 觉得很清洁 听其言也利 孔子一讲话 他的言语非常正直 都是在道中 你听的时候 你的正能量就一直增加起来了 所以我们以孔子为榜样 所以这个还是宽猛相继 恩威要斌施 像我母亲从来没有发过脾气 非常温柔 人家很凶啦 我妈妈就流眼泪 人家就骂不下去了 可是呢我母亲啊 每一次到百货公司去啊 都是我爸爸 想要帮我买玩具 我妈妈说不可以买 我妈妈讲原则 有时候呢 我会使出手段 在地上打滚 你给不给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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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如如不动 后来我觉得滚了也挺累的 好别滚了 起来了 所以你还是要有原则的 这个当父母当老师 这个应该还是一样 那我想呢 比方说我自己带班 三十五个学生 我自己也不是从小学弟子规 可是我面对三十五个孩子了 我有一种心境 我早一点可以 以身作者 他们就得利益 我早点把一些道理明白了 我就可以教他们了 所以我虽然不会啊 但是我有一种使命感 所以这些学生就变成偏侧我了 没关系不会我好好学做 我好好做就好 而且今天 我们也是用平常心 来教孩子 老师小时候没有学啊 你们的机缘比我还要好 老师跟你们一起学 这个心境 学生听了也 也会觉得 老师这个心态很可贵 老师也在尽力带动我们 而且啊 历史规经典 是我们本有的 信德 我们不会做不到的 我们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而且你越难 你又很努力 孩子就感觉到 孩子会佩服老师这种 这个断恶修缮的态度 这个也是对学生的很大的启示 所以事事是好事 都是好的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我现在遇到耍帅的学生 比较少 但是刚刚我们校长已经有 有回答了 其实他就是希望人家 注意他 我们给他多一点关爱 甚至于他耍帅 到底会延伸出什么 抽烟 那你做这个行为 你觉得别人会更尊重你吗 你要自重 人家才会尊重你 其实我们心平气和的去跟孩子 分析事情 他哪怕嘴上没有马上认同你 他可能 他也会慢慢去想 我们有耐心的 针对一些机会点出现的时候 再去提醒 甚至于社会当中发生的事件 或者我们这个地区发生的事 都可以告诉孩子 你看抽烟最后肺炎 或者延伸出什么问题 甚至全家 孩子都遭殃 这些 都要吸这些二手烟 这些都可以去分析 好 谢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林老师来自槟城 菩提独立中学 学校是佛教背景的 学校 原有一定的方针特色 如福治 十善法 有佛学课 课时有教八正道 五戒 人生八苦等等 可是学生 很多都悟性不够 缘分未知 未能掌握 请问这种 适合推地址规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推行 该如何推 我们提过了 教育分三个部分 生教 你校长老师要先做 你没有生教主要求孩子做孩子 不一定会福气的 第二个是言教 把讲解清楚 分段 持续的讲解 还有机会点 还有机会点 你看出必顾 反必面 你看你昨天你爸爸妈妈打电话来了 你看 这个你出门都没有跟父母讲 你去哪里了 害你父母这么着急 可能每一天发生都跟地址规有关系 可是我们老师很敏锐的时候 都可以拿出来提醒学生 这个是言教 机会点 还有禁教 整个学校 你看这个吃饭的时候 这个 校长老师都带 带头光盘行动 都没有挑食 都没有剩下食物 这是禁教 好 那这里有提到说 因为本人呢 遇到一些阻力 我想啊 没有人会反对地址规的 可能他有一些误会 所以啊 这个还是看怎么去化解这些误会 成见 我遇到一个家长很有意思 他说我的先生很反对地址规 我说你先生会不会反对你的孩子孝顺 不会 但是他反对地址规 我说你的先生会不会反对呢 你的孩子有爱兄弟姐妹同学 他说不会 可是他很反对地址规 你的先生会不会反对你的孩子做事很谨慎 我说他会不会反对地址规 我说你会不会反对他爱 爱护同学啊爱护他人啊 犯爱重嘛 会不会反对他亲近有德行的老师啊 会不会反对他 这个读书很专注啊 读书的时候都 有计划 宽为限 警用功啊 功夫到 都不会 但是他反对地址规 其实啊 他反对什么 因为你学的 神神叨叨的 你学的很奇怪啊 你学的很奇怪啊 因为他还不了解地址规啊 可是你学了之后 表现出来让他很害怕啊 所以是你的问题 我们 我们是家里面先学的 我们要学的表法出来啊 要做好啊 不然都造成人家不认可了 那这个教学啊 我想呢 教学有两个原则 就是我们在讲学的时候啊 一个是棄理 一个是棄极 你理没有讲错 比方说 这个八正道 八正道 第一个是正见 正确的思想见证 请问 地址规是不是正确的思想见证 对啊 所以啊 你要教八正道 具体落实在哪 地址规 你要教五戒 五戒是 人 欲 理 自 性 人 不杀身 要伤害重视 不杀身 欲 欲是 欲也 该做的 这个 这个 三三年 常悲夜 你看 很有情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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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友及药先肠 奏夜是不离早 你看 有没有意 对父母很有情意啊 人意 礼 礼貌啊 父母呼 敬物还 这个 长呼人 期待笑啊 这个 陆毅长 集区医啊 礼啊 要有智慧啊 不能干糊涂事啊 逗闹场 职物性啊 这个 是非以物轻弱啊 你要考虑清楚啊 不能一下激动啊 狗轻弱 净退座啊 你要理智啊 还有性 这个 敬而性 这个 都 传出原性为生 全部都是讲原语的 所以你不能讲那个理 讲得太抽象啊 你要融入孩子的生活 去讲解这些部分 那更需要地址 因为地址规是行经 去立讲的 所以你 要的任何教理啊 一定要落到 这个行经上面来 孩子比较容易去录 所以这个是不充足的 好 谢谢 对不起啊 还要 帮助大家 一点点时间 秘书处啊 提醒我 是说 要为这套教材 做点少少的说明 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 那么这套教材啊 是根据我们小学 一到六年级 这十四个价值 还记得吗 信奉上餐哦 合作啊 团结 所以这套教材呢 是用了六年时间 根据 学校的 这个价值 普世价值 编写的 那么 它里边 有一本手册 每个年级都有手册 然后 有两个光盘 当然啦 现在这光盘可能比较 少用到咯 但是 因为我们还有存货 有 老师校长要的话 请向你们的属别 报名 那么我们明天就过去 我们的 这个办公室去拿过来 那么 稍微讲讲 这个编辑哦 我们是根据 几个例子啦 第一个单元 信奉上餐 哦 我们会有地址规的经济 哦 然后我们会有 两个故事 哦 比如说第一个 信奉上餐 我们有这个名损 鲁鱼的故事 哦 还有这个 文本 起恩 哦 然后我们有 呃 两首歌曲 哦 两首歌曲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是新年 所以我们呢 叫两首 传统的 呃 这个华语歌 呃 叫做 贺新年 还有恭喜恭喜 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呢 叫一些 呃 传统的 呃 对了 传统的歌曲 然后 活动 因为是信奉上唱嘛 所以 当时我们就安排 呃 对这个 宗教的 呃 所以讲解 比如说 呃 伊斯兰教 基本教义 呃 这个基督教 基本教义 呃 佛教 基本教义 呃 这个 呃 印度教 基本教义 我们就 写出来 因为他是信奉上唱嘛 所以就有这个 呃 说明 呃 还有 呃 这个 第五个部分就是 呃 呃 常理主要 啊 我们也把常理主要 分到每个啊 呃 礼拜去 所以总共呢 有五个部分 呃 很完整的 呃 里面假如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所有的常理主要都学完了 一百六十八个故事 一百六十八首歌曲 我讲过了哦 尤其是我非常珍惜的 本地这个 这个创作 你们没有机会听到的歌曲 啊 我为了要表扬本地人啊 这个创作的音乐 所以收集了很多本地人的 这个歌曲 创作的歌曲 希望大家还是有机会来 啊 表扬这些本地人的创作哦 啊 啊 那么还有很多一些 特别的文章 啊 写沈慕宇的文章 我写了一篇 零零玉先生的文章 还有啊 教师节的 呃 由来 我们很多校长老师啊 啊 他每年庆祝教师节 拿很多礼物 可是他却不知道教师节 是怎么会来的 哦 啊 为什么会选到 啊 这个 5月16号 哦 还有就是 啊 我们的马来西亚国歌 啊 啊 是怎么样来的 啊 为什么跟 啊 匹里州的国歌很相似 哦 可是却不知道 他的背后的原因 啊 都在这6号 啊 教材里面 啊 那么 这歌曲啊 从基本的客人来 到六年级的天文歌 所以说 啊 已经可以用在 读中了 啊 中学都可以用了 啊 满江红都有都有在里面 啊 一些比较啊 啊 现代化的歌曲 明天会更好 啊 啊 这些都有在里面 啊 我们认为他只要是好的 有价值的歌曲 不管他是旧或者是新 对吗 所以这套 啊 教材可以说是 也是 尤其是五六年级的这套啊 很适合啊 中学的 啊 学生去学习 哦 因为他有譜 哦 他有这个 录音 还有钢琴板 都在里面了 而且还有 卡拉OK的版本 啊 让学生呢 看着来唱 哦 我们都想的很周到 哦 所以 啊 等一会儿假如有啊 学校 有信息啊 可以 报给你们的主别 那么我们啊 秘书处 收集了之后 想办法在最后一天 哦 拿过来给你们 好不好 哦 这是最后一点 另外讲提提 大家忘了 美国 加尼富亚洲 加尼富尼亚 把9月28号 列为孔子的 孔子的 孔蛋 所以你看美国 啊 一个这样的 国家 他竟然这么的尊重 孔老夫子 哦 9月28日 是加尼富尼亚的 Day of Confucius 啊 OK 我们看到我们就到这边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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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